今天最夯的影片有在路上 在路上我们明天再来看 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个很夯的影片 就是中 这个是天龙国的选区 这个苗博雅走在路上 突然被咨询 结果呢 哇 他话显为夷 我们来看精彩内容 不要愚弄选民 你是政治幕僚 对自己的要求不能这么低 帮我分给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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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哈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你对死神的一题 我对死神的一题的看法 我都有写得很清楚 交代在我的书里面 而且你不是有拍影片 说我对死神怎么样 你应该很清楚啊 你为什么要明知顾问呢 你想要录什么样的影片呢 你对于死神犯 希望把它改成空气突刑 来来来 你只要台湾无期突刑 是说没有终身监禁 来同学来 死神犯是问题 那你认不断从死神犯 就是从监狱放转 你会拿到这个问题就好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让我讲话 没问题你说 好 来 我已经问完了 来来来 同学 你知道台湾的无期突刑 要几年才可以假释吗 规定是25年以上 可是现在近年来 平均变成13年 你可以上网查 这个网上都有资料 这个是网上查的 同学 你知道我们修法改成25年 才可以假释 这个是 在民进党政府执政之后 修法修改的 在之前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时候 10年就可以假释了 是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 把无期突刑的假释门槛提高 所以你来你跟我讲 你刚刚讲的那个十几年的数字 是国民党执政时期 假释门槛很短的时候 做累积出来的 瑞德 这件事情 上线8小时 11万人次收看 没错 很受欢迎 这个路人本来要装路人说 这个苗一元 请问一下你对Face的看法 有没有 对 前果苗一元 公公公公 你每次都拍影片骂我 你是 你是那个竞争对手 罗志强的这个幕僚 下次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要嘛叫别人 不嘛要戴假话 乔装打败 你知道吗 你一任就知道是你了嘛 然后呢 马上被人家吐槽嘛 你要来吐槽 那个苗霍博雅 对不对 你连吐槽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 我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很简单嘛 你就说没去逃行 无期徒刑就是 民进党执政了以后 把它改成25年以上 才可以假释啦 25年啦 为什么是25年 因为人的黄金岁月 那么如果你是在这个 等于说 二十三十岁犯案的话 假设至少关到25年 你已经老了 你已经进入了中老年 他的想法是这样 你如果四五十岁 你出来 已经差不多要七十几岁了嘛 所以他当时为什么会 有个25年 你知不知道 过去我们跑过一个枪级要犯 射击好几件的这个枪级的命案等等 最后判了无期徒刑 惠敏你绝对想不到他几年就出来 十年就出来了 高临重执政的时候 曾经把假释从二分之一的刑刑 降到三分之一 理由是什么 监狱人满为患 监狱人满为患 你就可以把刑刑假释 从二分之一降到三分之一 破九年 结果弧刑三年 就可以出来 你知道吗 然后整个自安败坏 民国七十到八零年代 过于台湾自安败坏到一大糊涂 我都在找社会的新闻 我都在乱坏 那时候我找中三分局十多年 中三分局每天开床 有一天我写了一则新闻 中三分局今天没有枪击案 没有这个的强盗案 也没有窃盗案 上了自由死罢的头版条 你知道头版啦 为什么 哪有可能中三分局哪有可能 没有很大刑案 最平静的一天 你就知道那时候的自安败坏 回到什么样的程度嘛 可有啦 现在我知道他们在说 废除死刑的这个相关的议题啦 我告诉你啦 那是假议题啦 为什么讲假议题 三十八个死刑犯 没有意义啦 为什么 因为呢 事实上呢 三十八个死刑犯 怎么会只剩下三十八个 照理来讲 台湾应该至少有五六十个死刑犯 我告诉各位 既然你们要提 我就提给你们看 这次因为新北市的校园的国三生 然后被割喉死亡案件 我们非常的痛心 赵沙康都说实话了嘛 因为侯友宜 老跑去参总统没市场嘛 在那里不知道逼得这样的 对吧 因为说侯友宜如果当市长 就不会发生 因为你落跑嘛 落跑去了 没有人在管政治 他们叛叛成这个样子嘛 这也照他看完玉署吧 所以你就知道了嘛 可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他未成年 他未成年一规定 他不能判死刑跟无期徒刑 所以死刑议题 妈妈 死者的妈妈 她非常的痛心说 她反对废除死刑 我们我也反对废除死刑啊 你知道吗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 我问你侯友一直打说 他支持死刑 他逼民进党 我告诉各位 那台湾现在就是没有被除死刑 他到底在讲什么 民进党有执行两次的这个 等于说 那么等于说执行死刑 真正的 真正不执行死刑 是麦英九做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 伊翁的法务部长 我没客气讲到这样 陈定兰一上了任法务部长 立刻枪决正太极 对吧 可是我告诉你 国民党跟侯友也叫小娘好 跳出来 要求马英九洋全民道歉 为什么 麦英九 2008年当选总统 2009年通过联合国两公约 惠民你知不知道 现在在台湾杀多少人 因为联合国两公约不敢判死刑 杀46个人 高雄陈中城还记不记得大火 纵火烧死46个人 最后 竟然判他说 因为他不是犯罪 严厉之罪 所以根据这个什么 根据联合国两公约 我们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吗 联合国两公约要送到 联合国密输出才成立 我们根本没有送进去 马英九做的照的捏 我跟你讲 所以侯友宜 包括国民党 包括民众党 包括民进党 你这次选去选 真的要面对这个话题 真简单 你马上把马英九通过了 联合国两公约废掉 你不废掉 这些法官没有人敢判 因为大家都说 要犯罪严厉之罪 我问你 相思46个人还不够严厉吗 那么杀用了残忍的手段 杀了好几个人不够严厉吗 所以事实上 这才是真正台湾的源头 要把联合国两公约废掉 你不废掉 就永远不会判死刑了 好 所以这个罗志强的幕僚 这个假路人 他应该要先埋伏在 马英九身边 先叫马英九 讲清楚他一步 老师 这个区 是天龙国中的天龙国 这个有人 当初金谱 这不是都讲了吗 你罗志强选一个 最舒适的一个区域 是我们的吗 还是说现在情势会不一样了 对 其实这个死刑的问题 这两天吵得非常的厉害 因为我觉得 好有意没什么东西可以打 但他知道台湾 大概70%的人都支持死刑 他就说我打这个一定有招 刚才讲过 新北海发生那个国中生被刺 他的父亲说 我反对废死 那我们讲第一个 我们目前的刑法没有废除死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目前刚才瑞瑞哥哥 有38个死刑犯 应该说现在生了37个 一个已经在监狱里面死掉了 病死了 生病死掉 那37个里面 他们都有向我们的宪法 法庭提出宪法诉讼 那现在正在审理 所以法务部 那个蔡英祥部长 他也很有担当 他就发了一个声明 他说我们没有说 我们不要执行死刑 但是他真的 宪法法庭 正在申诉当中 我们等他宣告完 我们就可以执行了 他有他的权利 我在权利捍卫我的生命 你如果说 好 你新法法庭还没有通过 我就先把你执行的话 是法务部长犯法 是他违法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流程 把它走完 前年的12月 法务部六度的向司法院 询问你这个案情到底怎么样 那新法法庭 我们还在审理 所以我们知道 蔡清祥在2018年7月 当让法务部长 隔一个月 8月他就执行了一次死刑 然后2019年4月 又执行一次死刑 所以不是没有执行 何况我们刚刚讲过 那个国中生 不幸遭到伤害 我们都很难过 可是那些凶手 可能都是未成年人 你也没办法判他死刑 他受到 他受到一个相关的保护 所以我觉得一直在拿那个东西 在做渲染 然后凸显赖心得 不执行死刑 什么叫包庇死刑 这就是我们自然的败患 死刑执行与否 是不是跟自然有关 我觉得这未必 可以再讨论 另外就是说 我也认为说 死刑的确在台湾 有七成的支持度 我们东方社会 都有一种就是说 报复的一种心态 像韩国也有死刑 日本也有死刑 杀人要偿命 这种心态当然我觉得是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 等这些死刑犯 经过了宪法的诉讼结束之后 大家再来 我想到时候法务部长 也不得不执行 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韩友 你很low 这个台湾的死刑执行 是法务部长 你是要选法务部长吗 这连行政院长都管不到 这连总统都管不到 你今天你好好意思 在跟蔡清祥选总统 所以你去管一个 这不是一个总统位阶 应该管的事情 总统位阶管的是 外交 国防 两岸 而不是内政 内政是行政院长 所以我觉得 侯友宜把自己做low了 他现在说我要打炸 我要反毒 我觉得他自爆 感觉他好像还在选一个 警政署署长 我觉得那个完全没有总统的高度 把他总统的位阶给做low了 好建议 这一区苗宜员有机会 打赢胜仗吗 在我们党内的 这一区今天很热 今天这个新闻 没出来之前 其实我们是有机会赢的 苗伯雅他的一个形象 跟他的一个专业度 有机会赢 那今天会后 记者有去问罗志强 罗志强说 苗伯雅对一个选民 一个大一的学生 在那边自嗨 其实自嗨到底是谁 我只能说 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我当议员当了这么久 我在选举期间 我的助理如果要去问对手的话 没经过我老板指示他敢去吗 我个人认为不敢 第二个我要讲的 苗伯雅在我们台北市议会 平良心讲 他的法学素养蛮够的 我知道他是法律系 但是有没有考上律师 我不清楚 但我只能说 他的法学素养论述能力 包含他的逻辑性 是非常强的 这个大一的学生 我不能说 你的态度到底是 想法是 罗志强找你去 还是你自己真的 如同罗志强所讲的 我只能知道说 你自己功课做得不好 你今天挑战的是一个 法学素养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候选 那只能自負其短 罗志强自己不敢讲 那叫他的助理出来说 还有在这个选区里面 看起来 现在苗伯雅的声势 是越来越高 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感谢观看